没关系苗栗头粪有一处正在兴建当中的大型商场 昨天是连续发生了两起工人坠楼的意外 先是在上午有一名工人从八楼衰落 索性是掉在五楼的防护网上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想到隔了八个小时再度传出有三名工人 从八楼的同一个地方衰落到一楼 而其中有一名阳性工人送医抢救依旧不治 从八楼睡到一楼工地的工人卡在工地夹层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急使把伤患拉出送医 不过衰落的工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公安意外发生在头分身一处大型商场的建筑工地 22号上午九点多先传出一名工人坠楼 索性掉落在防护网 没有想到傍晚六点多又再度有三名工人 一次协助处理灌浆工程不慎 直接从八楼的电梯井衰落到一楼 我拉出这个 他被压在哪里 整个阴架里面 是整个阴架垮下来是不是 对对对 54岁的阳性工人送医之后伤重不治 而一天连续两起坠楼的公安意外 一共造成了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至于公地安全维护措施是否有疏失 还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的调整啊 谢谢大家